主席,請下部長 劉威好 是,部長好 是,部長,我有個事想跟你就教一下 根據你們的公告啊 就是有關服益南停職徵集服藏輩兵那個時間點是什麼時間點 是82年12月31號以前出生 跟83年1月1號以後出生 做一個切割是不是 用這個時間點做切割 那這裡面好像跟現行的狀況會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在82年12月31號出生的這一批的這一些人 他去念大學的時候 大學四年剛畢業的時候 變成同一個年級 大四畢業的那一個年級 那一年 會有的人要去當四個月的 會有的人要去當一年 因為現在學制裡面是以8月30號為做一個切割點 部長,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知道 那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因為像委員報告啊 我們現在的徵兵也是以年次為單位 是啊,但是這個東西裡面因為它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那你這個重大的轉變在83年以後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當年都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公告裡面我個人感覺裡面你在同一屆大學畢業裡面 有一、二十萬的大學生畢業扣掉一部分的女的 那可能好幾萬人會影響他的權益的問題 在公平性的問題裡面 對他們個人而已 我認為是不是應該做補充的一個公告 你請回答一下 像委員報告 我們在考慮過很多 各種的這個 這個落點落在什麼時間 都很難 最後是大家討論的結果 最後是用時間點 用82年的12月30日 當時候有 我問過很多部隊 很多軍隊的你們的國防部的同仁 他認為說 這個當時我沒有想到很周圓 部長 你的部署是這樣告訴我的 所以這個東西你們如果做的不夠周圓 一年畢業的大學生有一、二十萬人 那你扣掉女孩子一半來講的話 要將近好幾萬人 那對有的人要當四個月 有的人要當一年來講 對他們來講 這個好像標準就不一致 只有當一個那個年度 是不是部長 回去思考看看 我們怎麼去定一個更周圓的方式 能不能請部長來審慎思考一下 維持一個公平性 部長 這個我們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 是不是審慎來評估一下 我想你去問你的部署 很多的部署我跟他們請教過 他們都認為真的 這個會產生很多 在那一年度啊 就會發生很大的衝擊 你現在怎麼 7月1號也會有問題 不是 這以8月30號 不是7月1號啊 台灣人會說你頭你妹啊 你聽得懂嗎 就是學士裡面 8月30號以前 很可能他就提早入伍啊 我們入學是用8月30號 那你現在學年度一樣 一般人家就認為說我大學4年畢業以後 我就要去服兵役嘛 對不對 那一年度就出了問題啊 過了那一個年度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嘛 部長 它的特殊性存在在這邊 如果當時候的周圓性啊 我們沒有想到這麼多的細節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我們願意再去 做一個比較審慎的再思考一下 部長 我們現在這個所有的 兵役的問題都是按照年次來增加 對啦 我知道嘛 但是在未來會發生這個問題 是不是我們願意重新審慎再去報 再思考一下 重新再討論一下 我們參考一下 是不是重新審慎評估一下吧 好不好 知識提到我們必須要很精神的考量 對我同意 但是把它納入一個討論的提案 好不好 是 好第二個我要問你說部長 根據你們的規劃 未來四個月的常備兵役訓練裡面 第一階段分成八週的入伍訓練 第二階段分成專場訓練 也就是說 是不是未來這些所謂的 常備兵就不再下部隊了 是不是這麼樣 我們現在還在規劃當中啊 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 他去專場訓練的時候 也可能由部隊代訓 專場訓練 如果他是炮兵啊 炮兵那個時候 他這個 他的第二個 就是他的專場 要把在 在第二個階段把它訓練好 那麼現在執行面上 我們還在考慮 將來的多元化 看怎麼樣 因為將來的人數 考慮我們部隊的訓量 流露 都在考慮當中 是部長 根據今天報紙 我看到說一個 所謂的這樣的 未來募兵啊 一個人要一個月三萬七千塊 一年出乎大概五十萬嘛 你把三萬七乘上十三點五個月 像我要報告這四個月的 這是一無一不是 我說未來的募兵制的 對 剛剛委員講這個四個月的嘛 這四個月 未來不是四個月的 不是四個月 正常未來募兵的 一個人一個月三萬七嘛 三萬七嘛 三萬七把它最基本成上十三點五個月 加上其他的相關的津貼的話 一個人大概一年保守要五十萬嘛 那我要問部長 就是我們大概全軍啊 大概有多少少點要佔衛兵 大概有多少少點 所以 將委員報告 我們將來有一些 廠庫 這些相關的衛少 就是委外處理 委外處理 大概 那沒有委外處理的還有多少少點 那是自己在營區裡面 多少少點 這個 我們還在統計一下 有誰次到 能不能 請教一下 需不需要兩千個少點 需不需要 沒有委外的 你還是噴你 還有一部分是委外的 委外一個人要多少錢 也要兩三萬塊吧 委外你當時候 像外島 這方面 可能這些衛少要自己站啊 不可能委外 委外的少點裡面 委外一個人顧多少錢 現在 現在軍備局有多少錢 一個人 主席 我能不能稍微時間暫停一下 問一下 請同仁來稍微講一下 好不好 委外 委誰 委託給誰 像現在 我向委員報告 像現在的三軍總醫院 他以前派的是憲兵 那現在派的就是他們 醫院裡面請的保全 那這個也是國防部的經費嗎 這整個國防部的經費嗎 對 所以我給你大概算一下 部長 如果以兩千個少點來算 考量到週休二日 大概需要一萬五千個人次 過去這些東西裡面很可能 用衣物益來做 戰哨 現在如果一萬五千個人次來講的話 一年啊 如果一個人五十萬來算 因為你現在衣物益不下部隊了嘛 他不用戰哨了嘛 現在戰哨有誰來戰哨 部長講的可能一部分委外給保全 一部分就是誰 就是每個月領三萬七千塊的這些人來戰哨啦 那你這成本效益怎麼會符合呢 你一個月給他領三萬七千塊 一年大概要耗五十萬 但他做什麼事情他可能要輪流戰哨 但戰哨這個工作裡面其實可以叫誰來做 就這樣一五一來做嘛 所以部長你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我出國啊 以部隊裡面全軍要兩千個哨點 如果扣掉週休二日裡面來講 大概需要一萬五千個人 是一年大概耗七十五億耶 七十五億單單佔哨點就要七十五億 還不包括銀色的清潔物品的搬運 火石的準備耶 如果你把這些加進去 他的人士成本可能要超過一百億耶 主席啊 火石準備有些我們都要尾傷啊 所以啊 那你尾傷這裡面還牽涉很多的問題喔 保密黃鐵的問題耶 安全的問題 誰才有資格可以進入到部隊裡面 火石的問題 所以這些東西裡面補長 木兵寺裡面 這四個月 就是八週入伍訓練 八週的專長訓練裡面 是不是可以調整一下 為了節省不要支出這麼龐大的人士費用 去把高薪水去做火石 做物品搬運 做銀色清潔 甚至做衛少群入 每年要花一百億以上 這不對啦 部長你懂我的意思嗎 不如人為了木兵兒木兵啊 如果可以把這些精衛裡面 雲支出來花位在更多的 戰力的精進訓練 甚至給軍事官兵更多的福利 我都同意啊 但是如果把它拿來 就是好像為了木兵兒木兵 就缺人了 就去找這些人進來 這個對國家不是福氣耶 不是福報啊 部長 這個東西裡面 我們內容財管的 去把它精算一下 相當的龐大 相當的龐大 而且這裡面 以目前 我們講句實在話 以101人力銀行來講 大學畢業女孩子大概兩萬 兩萬出 碩士大概在兩萬八 碩士大概三萬多 博士啊 也可能在五萬左右 他一個人一個月三萬七 但是你去叫他去做什麼 戰掃兵 火石準備物品搬運營社清潔 這對一般在營區以外的這些上班族來講 這些我們都有考慮有些業務不會這樣子做的 那你就需要這麼多的人力啊 部長 你就是需要一定 要有人戰掃啊 你還是要有人去煮火石啊 你還是要有人物品清潔搬運啊 那這些就一定要有人做了 這都考慮過了 我們會後給你做詳細的分析 所以我跟部長報告 現在原則上如果再把 義務裔跟資源裔混在一起 這個 就會產生問題 但是你不混在一起 就為了木兵和木兵 還要耗衛每年 多一兩百億的人士 就會 這個不公平啦 不要為了達到一個政見 為了一個目的啊 去做這些事情 你們把整個 我們國軍從精實精進到精粹 把整個部隊裡面 很多的長官裡面搞得能量馬翻 過去在精實案裡面 技工的現在可能精粹案裡面 又把他怎麼 搞不好就是要雞大過的咧 對不對 如果過去是對的 現在是錯了嘛 過去把一些後勤晃到聯寢司令部 現在把他改革過來 又要再回歸各部隊去 還沒有改回來現在 還卡在 未來吧 未來吧 希望很順利 希望很順利 不順利咧 所以這些東西裡面 我覺得在國網裡面 部長 你是個有尷尬的人 不要為了一個口號 不要為了一個口號 連個把這些錢放在我們 送我們這些最優質的軍官 正式官銷畢業 送到國華去受訓 跟國家 世界 全世界最優質的國網戰力裡面 做結盟在一起 都可以 但是不要為了說木兵 而木兵每年要浪費這一兩百億 我認為這不是人民之福啊 部長 省政評估 好不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林委員 謝謝